记者简浩正台北报道五棍阿伯叶赴台又三铺 老秘诀 图记者简浩正摄影 我国即将在2025年迈入 高龄社会 随着老化趋势 衰弱 与失能人口逐年 加 推过65岁以上长者将超过二成 据统计 我国已有400名老年人口 其中12.7%有失能状况 为预防延缓长者 若失能 卫福部国建署推动长者梁六利平估服模式 今年扩大服务场域 邀请医师 护理师 药师 养师 艳光师 物理治疗师 听力师 职能治疗师等八 全国联合会共同倡议 守护长辈健康 更找来五 阿伯叶赴台进歌热舞 分享年轻秘诀 国建署金 举行长者不老美学梁六利潮 时尚记者会 推广 这梁六利评估服务模式 该服务共468个社区据点 入 有20万人次自评 另有458个医疗机构加入 服务8.3万 经专业人员评估后 显示任何一项功能异常者 占16% 约1.3万人 而六项功能异常率排名 最高为行动力9.1% 其次为认知功能4.3% 营养2.4% 听力2.3% 视力2% 忧郁情绪1.5%等 建署推长者梁六利平估服务模式 邀请医师 护师 药师 营养师 艳光师 物理治疗师 听力师 职能 疗师等八个全国联合会 为共同倡议 守护长辈健康 记者简号正是引国建署慢性疾病防治组科长 宜军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 维持认知 行动 赢 视力 听力及忧郁情绪是不老关键 国建署参考WHO 初的长者整合是照护IQO策略 去年推出长者六利 估服务模式 目标延缓衰弱失能 提升个人内在 力 包括 记得起 走得动 吃得下 看得见 听得清 心 好 透过22线市卫生局资源整合及建立转介网络 十福岛医疗院所提供评估服务 使长者能及早 现衰退征兆 早期介入运动 营养饮食及社交户等活动 降低及延缓失能风险 此外 国建署运用LINE 展长者量六利自评工具 并提供健康资讯集资 地图 与会的65岁詹伯伯 试用后 接受媒体联访表 就像看图说故事 按照步骤操作 就能自我检测 体状况 包括记忆力有没有衰退 近期有没有跌 等 长者可多注意相关健康问题 五棍阿伯叶富 现场热舞 还带领台下观众一起律动 图记者简 正摄影今年75岁的五棍阿伯叶富台受邀预会 她 仅现场热舞 还带领台下观众一起律动 同时也 自示范长者良六利 气氛相当热烈 她分享保持 轻秘诀 说自己快76岁了 除了保持18岁年轻心态 更 唱歌 跳舞 听音乐当成运动 把自己当成小鲜肉 情愉快就不会忧郁 预长者把身体照顾好 注重 康才不会让小孩担心及麻烦